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部長你好 這個問題我追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那我的習慣是 我要不然就不開始追一件事情 我如果開始追一件事情 我一定會追到答案 遠雄的 之前這個案子 我請部裡面的同仁回覆過非常多次 那你們一開始 的時候是 合給他 20.6公頃 租給他 這兩筆地 按照你們這個發函 不好意思 怎麼又沒了 你看喔 這個是2006年 你們那個時候 原始計畫書啊 的摘要 那時候基地的面積 你們上面就寫23點 20.3嘛 20.3公頃 這個是遠雄提供給你們的計畫書 這個都是從你們公文上面 解錄下來的 這個都是從你們公文上面 你看他樓地板面積有多少 10.5啊 那個總共有超過10成耶 所以加起來 所以加起來 他真正的樓地板面積最多是1啊 為什麼他提這樣子的計畫 你們那時候衛福部會審過 這個 因為我追了國有財產署 追了非常久 他們不斷給我的回覆啊 都是 他們當初會合 是從衛福部這邊來的嘛 那他們是看了你們的公文以後 所以才把地租給他們嘛 到今年夏天 就是我從上個會期開始直行到今年夏天 他們已經把 成豬的面積砍一半了 現在剩下10公頃 但是他們現在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啊 就是那10公頃到底要放在哪裡啊 他們不知道 就是那個基地到底要在哪裡 根本都不知道 那我聽過我財產署跟我說 他們不知道 我非常驚訝 因為等於是 我們的國家的行政機關 在負責管財產的人 連一個好像打算要蓋的醫院 打算蓋在哪裡都不知道 就一口氣 把20.6公頃的地租給人家了 那所有才會開始追這件事情 那我去追了財政部部長以後 部長跟我說他要打電話給您 然後你們 也把所有跟遠雄相關每一期的計畫書 全部都拿來給我 那我不看還好 我看了以後 越看越驚訝 從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要20.3啊 那你們當初在審這個計畫的時候 都沒有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 你過了只有第一期的醫院 他所需要的基地面積 大概也就是一公頃多 因為你雖然總樓 總樓地板面積是10.5嘛 那但是你那個是超過10樓的啊 所以基地面積大概是1 那你算間地率的話 大概到2-3 通通都夠用了 那你們當初這個計畫是怎麼審的 委員我可以請市長跟你講 可以可以請請請請 跟委員報告 當時候他的計畫是一個整體的土地該發計畫 是由內政部主審 那麼這個計畫分成四期 第一期是醫院 我知道啦 這個你都不用付出嘛 真的過了只有第一期嗎 對 所以我們審的部分是根據第一期 但是他整個的 那我就問你嘛 第一期需要的用地有多大 我們沒有辦法去決定他 需要的 真正的 需要的土地面積 我們只核定給他醫院的面積 因為呢他周邊 還需要有一些道路啦 來你看齁 101-9 101-12 這個是你發給 不是 這是他 不是 他送來的地號 他自己取得的地號 他是告訴我們說 他要蓋在這兩個地號上面 對啊 遠雄跟你說他要蓋在這兩個地號上嘛 對 你有沒有審查他的必要性 我們是根據說 你的土地面積要大於我們 合給你的這個醫院的面積 對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啦 今天我要蓋的醫院是 譬如說啦 就1公頃 或者是2公頃 他跟你聲道說我要100公頃的地 他的基地大於醫院啊 我現在不是要20公頃了 我要100公頃 我要1000公頃 我要1萬公頃 按照你剛剛的審查的基準 只要基地大於醫院需要的 你們就OK 是這樣嗎 呃 跟委員報告 如果他是整體的規劃 我剛剛提到的是 他會根據這個土地的建管主管單位去取得 並不是衛福部來核定 現在國有財產署就說嘛 你們發函給人家 所以他把這兩塊地給租出去了嘛 你們現在衛福部 又切得很清楚 說跟你們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現在再問一個最具體的問題啊 現在衛福部到底搞清楚 醫院要蓋在哪裡沒有 因為現在國有財產署連基地在哪裡啊 到底坐過在哪裡 因為你現在想像嘛 一個這麼大塊的地 你租給他這麼大塊的地 那我現在要國有財產署去辦租約的變更 那這麼小的一個醫院 這麼大塊地裡面要蓋在哪裡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耶 沒有人知道耶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取得我們的原則同意函之後 他要去取得地方的建管單位 然後去確認他這一塊地的地號在哪裡 所以這個是地方的建管單位會合給他的 所以那個地號在這個地方是很清楚的 地號很清楚沒有錯啊 問題是不用那麼大塊地啊 現在基地要蓋在哪裡 我只簡單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就根據那個計畫書上面有一個基地圖面 那個平面圖上面是清楚的 沒有 你那個會後現在時間慢慢過了 你會後再指給我看啊 說到底在哪裡是清楚的啊 因為 你們所有的申請資料我看完了 我看到現在 我還是不清楚 我問國有財產署的 國有財產署說他們也不清楚 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我看了以後齁 一錄下來的公文 計畫 不斷的在 再往下按 再往下按 計畫不斷的在變更 不斷變更的時候 面積啊 不斷在縮小 你們每一次計畫變更 他每一次醫院的面積縮小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跟國有財產署的人講 我們沒有 沒有在跟國有財產署 我們是直接對申請人 不是啊 那你現在當他的面積越來越縮小的時候 你的意思是說 我反正前面合給你那麼大塊地 沒有我們是合給他的是醫院的部分而已 對嘛 你現在說的 你合給的他只有醫院的部分嘛 你現實上面發函給國有財產署的人 那兩塊地加起來面積 我就告訴你 是20.6公頃嘛 我現在一直在質疑衛福部的就是 你們明明知道 你們只有合給醫院 面積也只有那麼小 你為什麼弄那麼大塊地給人家 那個地的許可不是我們許可 那個地的許可是誰許可的 那個是 內政部整個合給他的一個土地開發計畫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啦 就是說 這件事情 給他那麼大塊地 給他那麼大塊地 這件事情要負責任的人是內政部對不對 核准機關是內政部 沒有關係啦 因為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我不斷在追這件事情 我遇到的都是大家皮球踢來踢去 今天許部長答應我一件事 就是他會跟行政院講 他也會找衛福部的來參與 你們要組成一個小組 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之內 責任要追究清楚 不是 你們踢 國有財產署踢給你們 你們踢給內政部 搞到這件事情這麼荒謬喔 出了這麼荒謬的事情 到現在一個行政院內部 沒有任何的機關要負責 那部長我跟你講一件事喔 就是說 這個可能是在你上任部長之前 任內 所發生的 但是把國有財產做這樣子的使用 也考驗著新的政府 到底對於過去所發生的種種弊案 到底有沒有追查的決心 時間到了部長你會承諾我 你會跟財政部部長 組成的那個小組 究責到底 絕對不會放水 我們跟 一起來努力 你可不可以承諾究責到底 可以喔 OK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盧秀